歡迎大家看東岸生活誌 我今天在The Group and Mail 中有一個新聞 標題說 One in five newcomers leave Canada within 25 years 即是說有五個就有一個新移民 就會在二十五年內離開加拿大 不會在這裏住過世 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頭過五年三分一的移民 這些人就會離開 如果是走症的話還會離開 如果是要離開的話 頭過五年就走清了 有一個研究是二十五年 一個就是五年 這些資料大約在2020年的時候 然後就做了三十年以前的研究 這個就很重要 在2020年 即是剛剛疫情開始的時候 這些新移民離開加拿大的率 是真的在all time high 就是有那麼高就得那麼高 即是那個人都走症 如果你記得是2020年的時候 疫情剛剛開始 這裏封關 但是沒有緊要了 很多新移民 很多新移民 2020年的時候就走症 很多人都是在2020年或之後才來到加拿大的 如果是來的話 所以你們可能真的感覺不到 看不到的 因為你那個時候剛剛才到的 這些數字就在statistics Canada 在這裡找得到 他們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報稅 因為每一個的居民在這裡住的 移民好、公民好 現在有入息就報稅 每一年就要填那個T1的 那如果有人是兩年內就不填T1 即是說很多人就是走了 那如果你計算是什麼人走的有多少呢 是哪些人走得最多呢 據這個report來講就是什麼呢 是economic migrant 那些就不是難民 不是家庭團聚 是來這裡有工做 或者是來這裡有資格找工作的 即是有工作的 是真的賺得錢的 那些人 那就走人 理由是什麼呢 你可以猜的 可能真的這裡是給他的老家 是賺錢沒有那麼多 進升沒有那麼多 或者是感覺都是 這裡的人是排斥他 即是很多這些 任你講的 任你想得到的原因 那但是呢 即是 你說如果是五年內 那麼 三個就有一個走 二十五年的 即是真的 就是二十幾個巴仙 就是走青光 那二十幾個巴仙 那這個也挺重要的 尤其是這些人呢 是economic migrant 即是他們會在這裡是有貢獻的 無論是打工啊 給稅啊 這樣這樣 那不怪得呢 是可以做事的 有勞動力的 那一幫人 無論是做醫務好 做什麼都可以 就走人 那不怪得呢 是在這個疫情啊 在建築啊 什麼 喂我們不夠人啊 不夠人啊 那 所以 2020 2021 甚至 到了2022的時候 這個 liberals 這個自由黨 就說 我們要多些移民啊 五十萬移民啊 不怪得 找多些國際學生 那時候呢 不怪得 因為真的很多人 是走了 不特意 這裡的人是越來越老 這個是真是大問題來的 那現在繼續的 這個trend 這個潮 什麼都說 現在是沒有改的 那 你說 喂 什麼 好了 這個economic migrant 走得最多 那些economic migrant 是什麼 那 第二條數 是francophone 走得多過anglophone 就是說 是說法文 去俏北那些 大部分 那些呢 是走得很多 那些是走到 通常去俏北 通常 那這個呢 就 都挺重要的 為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很多是 歐洲啊 法國啊 那些 講法文來的那些 會回去歐洲呢 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看看 俏北 就是 Montreau 那些新的移民 很大部分呢 就是 譬如是非洲 以前 或者是黎巴嫩 那些 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 那些 那些 那些是francophone 很多 那些呢 來到這裡 很多 現在就回去 以後會是怎樣呢 不知道 但是 還有一件事 那些人在哪裡走的呢 來了加拿大 哪裡 然後呢 在哪個城市走的 大部分呢 如果你猜都猜到了 最多移民 是哪個城市 Toronto 即是最多走的 亦都是Toronto 跟著呢 就是Montreau Francophone 和Vancouver 這些呢 就 這些 就 走得 很多的 即是 是不是Toronto 住不慣啊 Vancouver 你住不慣 走人了 這個呢 他都走了 很難來找的 因為呢 是 在Toronto 實在 如果大家在Toronto 的話 很多人 現在看我 Toronto真的很方便 如果是香港來的移民來說 Toronto是十分方便的 你說坐濕圍好 坐巴士好 塞車 但都算是方便 VA 吃什麼食物 擁有的 很 الك 貴有貴吃便便宜便宜 你吃哪個國家的都有 如果你想吃粵菜有 上海菜有 北京菜有 湖南菜甚麼都有 但是都受不了 都是走人的 其他小的城市 例如Calgary、Halifax、Mountain 那些移民流失的機會 他們會小很多 那是否真是這裏舒服點 我在Halifax 是否這裏舒服點 都可以說是 這裏有沒有人說 喂,Pak Pal 現在我走回香港了 即是來到Halifax住了三年、五年 不行了,撐你不信 走回香港了 有,當然是有 但是呢 是否這裏人少一點 真的不是說這麼多 即是留了在裏 很多就留了在裏 除非 即是Toronto有份好工 那時才離開 那就不會說這麼多 快快、翠翠翠 就走回香港 起碼這幾年是沒有的 我很記得 即是一九九幾年 那時 那些在香港來的移民 來Halifax那些 哇,真是 哎呀 把椅子都還沒坐得亂 就走了 要不就走回蘑菇河 很多是走回蘑菇河 真是 這裏是過竅的 那這個是真的 但是現在就少了 但是呢 對我所聽到的 在Sheraton的 Sheraton PI那些 因為很多是移民那裏 即是他們是很多是用這個 Business 即是做生意 開店舖那些 很多就搞定了就走了 那未必是一定是走回香港的 很多是走去Toronto 走搬去Vancouver 這個沒有辦法了 因為PI住不習慣好 或者找不到工作做生意 難做好 甚麼都好 那很多都是走去這些大城市的 那這一個就 因為PI始終是稍微rural一些 那這個是難怪的 但是如果是好住的話 PI是真的挺好住的 那Halifax都 我認識了這麼多個 是在香港來的那些 去Toronto是有 去Vancouver是有 但是說 撇炮回到香港的 真的不是這麼多的 但是如果說Toronto、Vancouver 我認識很多 現在是回到香港的了 這些就讓大家參考一下